所谓的千年鱼是源自于水文气象里边关于洪水重现期的一种科学上的这种解释 主要是依据从历史记录,而且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个记录来看 来推算极端天际事件,极端洪水事件出现的这种历史的重现期 那么它这个计算方法呢,主要是依据这样一个时间比较长的历史记录 来推算某一类天际事件,尤其是洪水这个事件 在历史上可能重复发生的这样一个频率,实际上是一个数学上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从我们大气科学的研究的角度来讲 我们形成有严谨记录的这个时间 气象记录的时间是在1951年之后有了比较准确和完整的这种降水量的科学记录 到现在为止,整个降水量序列的这个时间是70年这样一个左右 所以说我们表达极端天气甚至极端降雨过程的方法 主要是根据历史排名,根据某一个站点在历史上出现的极大值的降水量 然后依次的进行排名 如果是出现的新出现的极端的强降值的记录 我们会把这个排名再做相应的调整 这是我们大气科学界里边相对比较常见的做法 至于所谓的千年一遇,百年一遇 在目前我们没有得到可靠的长时效的这种有效的气象记录之前 我们是很难去谈这一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